台湾的文旦以及石斑贊不贊 贊 篮子里摆买MIT农余品 有文旦也有新鲜石斑鱼 因为裴洛西访台中国扩大暴富 禁止多项台湾农余品进口 农委会急忙祭出农油券3.0 要帮忙农余民渡过难关 9成9都希望农委会 可以再次的来发动我们的3.0的农油券 10月5号会抽我们的农油券 抽完之后什么时候可以使用 就是在今年年底以前 中国以商逼政农委会转工内销市场 宣布8月8号到9月30号期间 在合作平台购买文旦白带鱼竹甲鱼 一共6项产品 满600元就能抽200元农油券 总够30万份 但相关措施跟先前振兴方案大同小异 被外界批评农委会的危机处理 就是复制贴上 尤其农油券裁员来自老百姓的口袋 难道政府只剩下撒钱这一招 农油券补贴恐怕难抵挡制裁海啸 因为光是文旦受到中国境内影响的 高达5000公顿 农委会也统计三大类产品 竹甲鱼 白带鱼 柑橘类 损失上看8亿 中国近年来不断借着禁止台湾农油品来做施压 相关单位除了呼吁民众企业多多消费以外 恐怕得加快分散出口市场以及产业转型 否则最后苦的还是基层农油品 欢迎收看小传媒体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